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宝贝战》 来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左岩老师 欢迎左岩老师 著名的情感书作家 陆琪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人 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人 图雷老师 欢迎图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嘉宾朋友 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 各位请看 你在生活中把我对你的关心照顾都看作了幸福 为什么不能成熟一点 像你那样的生活也太没有意思了 你不觉得自己心太细 事太多了吗 我只是三思后行 凡事多想 想遇事多注意 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跟你在一起 我一点也不觉得开心 我很累 你的细心让我累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 25岁 来自河北 助理 女嘉宾小雪 25岁 来自重庆 导游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主张 是旅游的时候认识的是吧 对 我去重庆根庄旅游 当时你的女朋友是你的导游是吧 对 然后呢 然后长得好看 所以我就心动了 旅游完了之后就要回自己住的城市对吧 既然是旅游 对 然后怎么去表达你对她的爱呢 就是每天手机沟通的比较方便 现在就是每天聊了一天 然后或者关心一下 然后再之后慢慢聊上来的 好 这段时间有多久啊 三个月 等于追求了三个月 差不多 然后就提出来说做我的女朋友 对 同意了 当时觉得她挺细心的 人不错 但是一个是在重庆 一个是在河北的吗 对 是异地恋是吧 对 有时候她旅游不是那么 旅游淡季的时候会过来 两个人谈了多久 一年多 这又是异地恋 又不在一起 等于你工作闲的时候 就到河北嘛 是吧 对 这个状态怎么会有小片里说的 哎呀 太细心了 又这样又那样 你受不了了又不快乐了 怎么了 就是好不容易聚在一起 因为我本来是重庆人 我吃的稍微有点辣 有点油 好 她就觉得我吃的太辣太油 大家一起吃饭 她非得拿白开水 把好好的菜 她得涮涮涮涮的特别干净了再吃 你说咱们一大桌子人呢 她是特别的不好 不是 她是给每个人清水涮锅 还是只给自己涮 给自己 她那个菜太油腻了 再者说 外面酸菜的 但凡我觉得对身体健康不好的 我怎么做危险运动了 我不就玩一个过山车 玩一个蹦跡 那个对心脏刺激有多大 咱们玩别的不行吗 你不玩就算了 你还诅咒我 什么叫诅咒你 你说他不陪我 不搭男人一点 没关系 我已经坐上车了 这么一大车人呢 我就是不想让他坐 他能说什么 小雪你再不下来 万一带着出事了 你没了我怎么办呢 我的天哪 那么大一车人 你这样说 我不想让你送那个 那个太危险 人的心跳是有次数的 你这个时候 你心跳加速用了以后 你以后怎么办 人的心跳有多少次数啊 有多少次数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说 那你不知道 你在那儿瞎叨叨 去唱个KTV是吧 人家喝酒你干嘛 你拿个保温杯 泡一些枸杞茶 你知道你自己像什么吗 你活成了比咱 大一百岁的人 就像宫廷里的第二种男人 不是 第一种男人是 皇上 第二种男人是 我在重庆 偶尔玩一下游戏 就非得视频我 你今天做眼保健操了吗 你做眼保健操 对眼睛有好处的 不管你是从小 还是到老 那我不做眼保健操 你看我眼睛大大的 我有近视吗 你做眼保健操 你的眼镜还戴着呢你 失去了才真的要珍惜 做了能恢复吗 多少能觉得眼睛舒服一些 他在重庆 你监督他做事 盯着手机看 让他做 对 微信开视频 这是每天都要干的事吗 他每天都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是 他连着发的解药朋友圈 都比较晚的时候 这等于是说他夜里 你发现他发朋友圈 睡得晚的时候 对 你给他的一个信号 睡要睡觉 他睡得早的话 我就不会那个 我睡得晚吗 人家不是为了让他做眼保健操 大小姐 您十二点钟睡 对您来说都是早睡了 那咱们现在年轻人 都那个大的时间睡的 这就不构成矛盾吗 就是关心嘛 生活方式不一样可调 但他太过了 您知道吗 他还强迫症呢 本来我就平时特别忙到处飞 然后好不容易去看看他 到河北看他 你说咱们在一块 大家开开心心的不好吗 他能干嘛呀 又一起下个电梯 都已经走到电梯下面了 他能干嘛 小雪 我感觉我 我那个门我没锁 我得上去看看 去了之后 下来 小雪 我感觉还是没锁好 我还得上去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你跟猴一样 我谨慎你还总没有错吧 谨慎没错 但是你过了 你明白吗 他不光是这样 您知道吗 他一定还疑神疑鬼的 你说你到外面去的时候 你坐在那个椅子上 你觉得椅子脏 没问题 你拿张纸 我觉得你是干净 为什么 在家里他怎么 开卫生间的门 把手的收 他得干嘛 拿着那个纸 给他卷一下 然后再开 我想问一下 你是觉得你脏的 还是我脏的 我不觉得咱们两个脏 但是我觉得咱们两个脏 做法就让我觉得 我觉得咱们两个 有一个良好的 卫生习惯很重要 我不觉得这是卫生习惯 这是洁癖 这是干净 而且我跟你说 他在家里面 你知道怎么 人家就朋友 发个朋友圈 没给他点赞 我这朋友 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呢 今天怎么没给我点赞呢 完了 他对我有意见 他前几天都点了 今天没有点 你不光是这样好吗 你就连你的领导 你都能想出很多问题出来 他领导给他发个微信 在吗 隔一阵子没有回答他 没想到 人家领导就回来 又发了一个 没事了 像我们就觉得 给领导打个电话 你问他在干嘛 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 茶不思发不想 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而且后来你知道吗 他上班回来告诉我 没事 领导就问我几点开会 他忽然之间 自己又想起来了 这没什么性格问题 性格问题 这我觉得 做事比较小心 比较谨慎嘛 你只能说这个嘛 太过了 真的太过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活得比较洒脱的人 我喜欢自由 不开心了直接说 然后有什么事 打电话问 那你搞得那么神神经兴的 也就是说从生活习惯 到为人出世 你都觉得 现在你的男朋友 不合你的心 是吧 我觉得不合 我今天来 就是来跟他分手的 这个问题过去谈过吗 之前我们两个 靠手机联系的时候 没有这个问题 后来在他过来陪我的时候 他等于每次来看你的时候 发现你这些生活习惯了 对 冲突就越来越大 对 你说之前都 你就暴露了呗 不是 人家也没干什么坏事 说人暴露了干嘛呀 强迫症啊 随随叨叨叨啊 你也别给人扣这帽子 那是个性格问题 所以就合不来 就合不来 提过分手吗 我跟他现在就冷战 我都跟他说了 他说他要来参加 这个爱情保卫战 我说去干嘛呀 我都跟你 已经这样了 他说去吧 后来我想了一下 这也是个好方法 我跑来 我就对着全国的观众 对我所有的老师 对着主持人 您说一声 我真的不想 跟他在一起了 请他以后 都不要给我发微信 打电话 我对你没有感情了 这么狠啊 对 你生活里 跟他说不就行了吧 我生活跟他说了 说了他给我发信息 打电话 不停地打 不停地发 我都说对了 没有感觉 他说不 其实你还是爱我的 其实你真的自恋了 我只是觉得 感情应该 还是可以挽回的 不可以 生活习惯 我慢慢改好不好 不 你给我点时间 我改行吗 不行 我问问啊 就姑娘 你一开始 被这小伙子 什么吸引了 就决定做他的女朋友 我不是那时候 带队吗 他刚好在我们车上 然后觉得他 特别地细心 你说咱们那车上 总有那么一些人 不那么讲卫生 垃圾就往地上扔 然后那我看到他 特别细心 把那纸捡起来 就扔垃圾桶了 我又觉得 特别细心 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 刚才话说得那么狠 为什么一说到 当初为什么喜欢他 就一个很小的 一个剪 剪纸的举动 就让你有些动情 那这是为什么呀 我就觉得 女孩嘛 年龄到这儿了 不是25吗才 但是在我们那边的话 女孩23 4 大概要结婚的年龄了 然后我觉得我能 我当时觉得我遇见了 遇见了一个细心的男人 遇见了一个 有担当的男人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从这些生活细节中 他不陪我坐过山车 就特别的不男人 然后我觉得 他就不是我心目中 想的那样了 我就觉得自己 浪费了一年多的青春 不是 为什么不坐过山车 就不男人了呢 他觉得我不勇敢 你知道他玩什么吗 他玩旋转木马 这也没什么呀 玩旋转木马 玩女孩玩的 玩他要去玩 玩小孩玩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坐过山车的女人 都是男人咯 起码你能够 看出一个人 他勇不勇敢 能不能保护你 你女孩都需要人保护的 你们经历过事吗 在现实生活里 现在社会治安比较好 没有经历过这个事 所以你不能拿一过山车 就判断 他就不保护你吗 你为什么不找一个 特别欣赏你的女孩 就是你跟他唱卡拉OK的时候 带一杯枸杞茶 他喝完酒 你说亲爱的喝点茶 然后他觉得这个行为 特别暖心 你找个这样的女生多好啊 最开始我是觉得他活泼 然后能把我带得也活泼一点 后来 后来怎么了 后来他对我心发不满意 纠缠是吧 也不算纠缠 今天来这儿是因为 在现实生活当中 姑娘已经提出分手了 你不愿意分 所以来这儿是要挽留 这段感情的 是这意思吧 你也想各位导师 劝解劝解她 或者给我提提意见 然后我再做修改 这就听明白了 一个已经定心想走 一个还想挽留 这段要不要挽留 如果要挽留怎么挽留 即使分开应该怎么处理好 这段曾经的爱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有一点是共通的吗 你们从今天的穿着 到给到我们的直观感受 再到你们喜好的东西 你们对于一张照片的理解 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看起来年龄相仿 但实际上心理年龄 相差不止三十岁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错 他说你有强迫症 这个强迫症 不是医学上的概念 而是你强迫自己 按照自己的规则做的事情 同样也强迫它 我为什么吃一个龙虾 就要减瘦一个小时 这科学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那如果我跟你说 我不吃龙虾 我会不开心 吃了以后我就会笑 所以我笑一笑 十年少 我是不是会更年轻 所以人最重要的就是 顺着自己的心意 你现在给到女生的感受是 你让她不舒服了 她没有办法继续跟你下去 让这个女生离开 因为你们并不合适 性格不合 占分手概率的百分之八十 而你们恰恰是 这百分之八十当中的一员 给你的建议 你今天来就听老师的建议 我给到你就是分手 女生 接下来说你 我不知道你在哭什么 但是我不喜欢你今天 在舞台上的状态 什么叫 宫廷里的第二种男人 说谁呢这是 关键是她说完了 你还笑 你笑什么呢 无奈 如果是任何一个男人 听到这样的话 基本上都是愤怒的 包括我相信你的家人听到 也不会太高兴 所以这个女人 不可能嫁得到 你们家里门去了已经 她既然这样判断 你还跟在她后面摇尾起连 哎呀 我觉得你还是爱我的 你有意思 你们的感情一点都没有意思 这个女生 你可以提出分手 你也可以今天在舞台上 跟我们讲述你们之间的 种种你的不满 但是我希望你有礼貌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严老师 来 陆琪老师 小雪 我想跟你探讨一下 勇敢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我不坐过山车 我也不敢去奔机 但是我救过火 我也建议勇为国 我认为我是个很勇敢的人 但是我真不敢做那些事 我觉得过山车也好 奔机也好 那是追求自己 勇敢是逆流而上 对千万人而无往已 这叫勇敢 追求刺激 是我内心希望 让我这种腺素 在某一个瞬间 达到一个峰值 是我身体的一种变化 勇敢不是 勇敢是一种精神状态 我不是说他勇敢或者不勇敢 我只是告诉你 你不能这样去界定一个人 那是错的 这个错误 不能传递到电视之前的 那些人那边去 然后你刚才在那边说 我们还是不是90后 90后是一代人 不是一种人 90后因为家庭 里面的行为习得不同 90后因为自己的文化系统不同 90后因为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同 它就是不一样的 那我见过好多90后 就和枸杞养生的 特别多 我公司里面 三四个女生就合买一个那种 什么养生壶在那边 每天又煮那种 什么婴儿莲子什么的 也挺好 也都90后 所以他们是一代人 这一代人里面有各种各样 小李小雪 你看 你们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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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就是在嫌弃的 我看不出你有多爱 甚至今天我觉得你们在舞台上 所有的表现其实是与爱无关的 你很多话语的前台词都是在告诉大家 我是洒脱的90后 他们谈了一场恋爱 在这个恋爱当中 双方对彼此的习惯并不接受 并不认可 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应该特别有尊严地 就抬起头说 谢谢你曾经陪过我 转身就走了 这是给对方留余地 也是给自己留余地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他们自己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和你说 反正总之 生活习惯我可以慢慢改 然后我们能不能像两个齿轮一样 互相磨合一下 你为我做一点改变 我为你做一点改变 再进行尝试一下可以吗 我为刚刚说的那些话 向你道歉 就像赵老师说的 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 我是真的想跟你分手 因为不光是生活中的这些习惯 还有就是 咱俩离得太远了 对不起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们就要看看这个男生 今天会怎么做 我对他没什么感觉 原来我对他没什么感觉 但他所做的一切感动了我 而现在他却变了 我为他付出了许多努力 希望让他接受我 可他对我总是不满意 我一直很纠结 给了他一次又一次机会 可最后得到的只有失望 本来我们感情的阻力越来越小 可现在两个人的心却越来越远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周二十五岁来自河北戴燕 女嘉宾小刘二十七岁来自内蒙古化妆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谈了两年恋爱了对吧 是 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是吧 对对 谁追的谁呢 是他追的我 对他特好是吗 对 对 一开始是这样子的 一开始是 我现在不这样吗 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今天是我要来的 来干嘛呢 来这里我主要是想跟他说清楚 我想跟他说分手 你不同意是吧 对 女生就把自己的理由都说清楚呗 就是我们这段感情 为什么到了要终结的地步吗 是 我觉得他现在吧 就完全没有伤进心 而且事业心也不强 之前他那个工作不顺心 然后他就不想干了 一开始我支持他 我说行 他说他想考会计 我说可以 我说那你考完 你专心考 我说你好好看书 家里边生活费你不用担心 我说我来承担 结果他是怎么做的 你知道吗 主持人 他看了几天书 就看不进去就不看了 就不考了 然后他跟他一些胡朋狗友 就出去唱歌 又出去玩的 打电话都不接 就完全找不到人 特别过分 真的 但是我每天也都在读书 你的意思是让我24小时 都在念书是吧 我没有说让你一直去读 我也说要休息了 你可以休息 但是你是正常的休息方法吗 我觉得你这个人 特别不承受 你知道吧 而且总跟他一些胡朋狗友混 然后他朋友 还给他出一些馊主意 让他做生意 你说他根本就不懂 结果吧 他自己的钱都赔了 然后还不敢跟家里边要 然后跑过来跟我接 每个人也不是生下来 就会做生意的 那你不懂 你为什么要去做呢 任何事业都不是顺风顺水的 这次是我生意失败了 我们来到这里解决问题 但是如果你想 如果我们生意要成功了的话 那么我们未来 所有的生活问题 都能解决的 那你就光想成功 不想失败吗 我就觉得你这种想法 真的是太不成熟了 这个听得有点糊涂啊 男生有多久没工作了呀 半年多了 男生用来投资的钱 是哪来的钱呀 是我一直的积蓄 然后他又给我拿了一点 等于这笔 这个投资是你们俩联合投资的 那是我的努力吗 我没有看到 你只是说 我们在刚刚认识的时候 我是那么努力地把你追过来 我也是那么努力地 在给你我们想要的未来 那我也付出了很多呀 当初我为了跟你在一起 是不是 我也做了很多呀 如果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做一件事我听听啊 他妈妈不同意 我们俩在一起一开始 说我是外地人嘛 然后瞒着他 就给我打一些电话 说话特别难听 我真的从小到大 没受过这么多委屈 当时我想着 我说 我又不跟他在一起吧 你不要老师 但是他当时挺护着我的 我就心软了 我说 这男孩做 为我做了挺多的 我当时也哭了 挺感动的 每到过节什么的 我都去跑到家里边 又买菜呀 又做饭 又帮忙 然后他们家人 过生日的时候 我还总买一些礼物送过去 又发红包啊 又帮他妈又说这些的 他妈妈慢慢就接受我了 接受我了之后呢 但是他后来的状态 一开始还挺好的 后来状态就变了 变得完全不上筋了 那个 我在这个层面 上了岁数了 反应慢了 我把事问清楚行吗 女生说为男生的付出 就是男生的家人不同意 所以女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去通过自己的努力 赢得了男方家人的同意 是这意思吧 但是在他讲述的过程当中 跟我说他们 就这么一个姑娘 带回家之后 他们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反应 可能是我太着急了 我太护着她了 不是 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有那么大的反弹呢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最开始就是 不能商量的那种 就要和她在一起 为什么呀 什么理由啊 姑娘长得不好 还是怎么了 不是 就是他们会提出一些问题 有的时候 问完我之后 我的态度就是比较肯定的 就是不能商量的 我就一定要和她在一起 然后我父母就会感觉到 我现在比较深 所以你给我们的说法 就是因为你的任性 导致了你的父母 对她有意见 是这意思吗 对 之后吧 我们俩在一起 好了一段时间之后吧 然后本来她父母同意了 应该可以挺好的 但是后来吧 她慢慢地就变得 就是没有失业心啊 然后就开始颓废 现在完全就在家 里边啥也不干了 完全不为以后打算 而且之前我也跟她 提了一次分手 她一直也不分 然后她用苦肉计 来缠着我 我就觉得她特别不成熟 本身 你爱过我吗 我怎么没有啊 翻开你手机的聊天记录 你和你闺蜜说 你对未来的要求 是那么的高 你认为 以我过去的工资 我能给你那样的生活吗 我也没需要你 给我买什么 如果我不去创业的话 我能得到付出什么呀 我只是希望你 你现在变得上进一点 但是你一直都是嘴上说 但你实际行动 没让我看到呀 但是你不给我机会了呀 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我问一下 问一下 小周你在这个投资之前 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销售 为什么你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够单独地 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 就我得边听边猜 我猜到她一个逻辑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她发现了 女朋友跟闺蜜的聊天记录 是这意思吧 是 在这个记录里面透露出 女生对于现在 所提供的物质 是不满意的 对吧 是 这就导致了你去创业 是这意思吗 是 所以创业赔了 她现在提出分手 你不能接受 是这个逻辑吗 对 听了半天你知道不 一直在找为什么 你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她不接受你分手 她是这么一个逻辑 如果我创业成功的话 这些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失败了 我没有办法 OK 你要的生活我给不了你 而你又不是真心地爱我 我只是需要你上酒 我只有在喝酒的时候 才能不去想那些 糟心的事情 再说我自己 我也买得起 我从来没有要求过 你给我买什么 你们俩这个恋爱谈了两年啊 我发现你们俩说话 从来是你说一 他说七的你知道吧 四五六都找不着的 二就更别说了 你得顺着 来问你小伙子 问什么答什么好吗 别跳了啊 你所说的你要去喝酒 是因为你物质压力很大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 给女朋友提供 他想要的生活 是还是不是 是 是这样是吧 对 所以你反复地说 如果我的创业成功了 就没有这些问题 你认为现在女朋友提出来 要跟你分手 是和情感无关的 主要是因为 你挣不了那么多钱 你满足不了他 是还是不是 是 他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不分手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你客观地评价一下 这个男生好不好 我就觉得吧 透过来 他跟我的想法 就是完全隔壳不入 因为我说的 他理解不了 我说的他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们两个 我就一直想跟他分手 我觉得我两个合适 女生你能够描述一下 你想要的 未来的生活是怎样呢 就是我有一个 很舒服的房子 然后有很舒服的 这个环境 然后我买得起 我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用得起 我想去更好的 想去什么地方 我就可以去 这是一个大财务 自由的一个计划 是吧 就是要有房 对吗 对 然后要我的钱 足够满足于我的欲望 对 这是你想要的 对 他能给吗 他现在给不了 但是他也不努力 那你会嫁给一个 特别努力 但是能力确实有欠缺 无法挣到你要的那种 生活条件的男人 也不会 所以其实最核心的问题 是在这个地方 男生的感觉和感受 是对的 我倒不说这个对错 咱们不论这个对错 因为女生说 我要自己奋斗嘛 人家的前提是 我奋斗去实现 挣到我满足 我自己欲望的钱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只要是正当途径 都没什么 男生这个是有感觉的 所以是有压力的是吧 对 虽然你们可能 在日常的交流里 没有这么明确的交流 但是他是不是 每次跟你谈 谁用什么包的时候 你都会有压力 对 那他提出分手 那不就分了就好了吗 干吗还要纠缠呢 我们在一起 时间这么长 我很珍惜这种感情 是这个女生 只要留在你身边 你就觉得生活 是有意义的是吗 是 没有他就没有意义了是吗 是 所以今天是 你要来是吗 对 在现实生活里 跟他提过 一首刚才说 对 但是他就是不同意嘛 他不同意 他会做什么 总会做一些苦肉计 有打自己 逼迫我跟他和好这种的 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对 有一个特别 清晰人生规划的女生 找到了一个 现在还不那么清楚 未来她想要什么 生活的男生 是这意思吧 我听你们两个好像是这样 对 女生现在说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要分开 男生说不行 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你 对吗 是 来吧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你们为什么会相处两年呢 也许一开始的见面是因为 冲动而在一起 但事实上 你们能够继续地走下去 恰恰是因为 你父母的反对 我们会发现 父母干涉的越多的爱情 两个人在那一段时间当中 幸福的指数反而更高 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罗密欧与朱莉叶效应 叛逆嘛 反抗嘛 你们越不让我们俩在一块 我们俩就要证明给你们看 我们很幸福 我们要挑战 尤其是女生就是这样的性格 她就是喜欢追求那些 我需要特别难 然后通过特别大的努力 才能获得的东西 到手了以后 我就明白了 其实这不是我喜欢的 对吧 是 从她妈妈同意你们两个交往的那一天 你就开始心里面越来越觉得 你们这段感情没有味 是 是吧 是 你看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父母不反对 你们两个根本走不下去 但是呢 爱情之所以未往前 是因为我们彼此真正的相爱 我问一下女生啊 你觉得你男朋友一个月赚多少钱 能够满足你的期待 一万以上吧 一万以上 月薪多少 五千 所以我想说什么 对面那个男生 根本就不符合你的要求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他 而且你现在判断 他不可能达到你的要求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现在准备放弃了 对吗 因为一直给他机会吗 对 只要是我们说实话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我想跟你说 君子以形言 就是我们怎么想的 我们就怎么说 不要老说他不上进 不努力 他没有变 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变 变化的是你外界的环境 和你此刻的心态 所以咱就说实话 小伙子 我希望你醒一醒 你没有一点符合他的要求 没有爱 是没有情的 是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的 你们两个不如 好聚好散 祝你们各自幸福 好 谢谢泽言老师 来 来 来的齐老师 你上来之后 一直在说上进这个事情 听话听音 说上进其实并不止上进 你说上进 你不上进 你不上进 那他心里面听着 你真的要我上进 其实不是的 你要的不只是上进的状态 你要的还是上进的结果 你要的还是上进的希望 他现在就是 从一个有上进希望的人 变成一个没有上进希望的人 最后你发现 不可能和他一起走向 你想要的生活 所以又介于你的年纪 又比他大一点 所以你决定不再等待了 就说白了就是这样 而且说的再扎心一点 无非就是看不上了 我在这里反而倒不是想说 这个女生 他看不上这个男生 有什么问题 我想指出一点是男生的问题 就你太弱了 你为什么就是小小的一次 投资失败 你就弱成这个样子 就天天喝酒 天天就颓废 就不行了 没有女生会喜欢这么一个人 为什么 我没有机会了 什么叫没有机会 你二 你二十五岁 他不会再给我机会了 那你还有别的人啊 你二十五岁啊 为什么只有他这一个人的机会呢 再说了 你的人生就是谈一次恋爱的事吗 现在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家庭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 就是把小孩照顾得太好了 大量的照顾这个小孩 不让他遇到一点挫折 以至于他人生里面 谈一次恋爱的挫折 就受不了了 就觉得天崩地裂 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所以我建议家长 好好地思考一下自己的教育模式 不是你给小孩吃好的喝好的 教育教好的就是一种教育了 你要让他们去承担责任 要让他们去尝试挫折 一次一次失败之下 一个男人才会像一个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莎达老师 我跟你们这段爱情故事 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自我感动的爱情 我想问小周一点 你想没想过 它真的符合你 以后想要娶妻生子 组成家庭的那个 心中的那个模样吗 昨天老师一开始说那个 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那个理论 特别对 我想的是梁山伯和朱英台 异曲同工之处 你们都是被自己那种奋勇 追爱的精神所感动 爱的不是彼此 而是爱情 不要再把自己陶醉在那种 虚幻的想象当中 大家各自不纠缠 好好的说分手 就可以了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来 陶老师 以你的价值事吧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也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但是今天你带我上这里来 我感觉挺好的 可能我确实不太成熟吧 但是你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还是要谢谢你 我今天来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 祝你以后幸福 不管以后怎样吧 我也希望你更好 希望你不要像以前一样 然后要有一些自信 然后能过得更好吧 好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将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 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 抖音爱情小课堂 我觉得吧 你还不错 不过有几点还是要跟你说一下 女孩子不用挣太多钱 关键是要顾家 我妈呢 养我也不容易 所以以后我们两个钱 都得给她管的 男人嘛 在外面一定有很多英雄 你一定要多理解 最重要的是 结婚后至少得生两个 而且有一个一定得是男孩 人归她 钱归她妈 生个娃呢 还得定制定量 那你图个啥呀 完全成了她的 量身定制的媳妇了 所以面对这样的爱的时候 只有一条建议 不管这个爱多么美好 一旦让你失去了尊严 那么它就是一个牢笼 打破牢笼 我相信是 每一个喜欢自由的人 愿意做的事情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爱情保卫帐和我都在抖音上 开通了账号 大家赶紧下载 抖音短视频APP 关注我们 还有很多爱情告白 精彩视频 可以观看哦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的女朋友特别热衷于汉服 家里的衣柜呢 有十几件汉服 还不嫌够 有事没事 就要穿到街上拍照片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 买这些东西 花钱不说 每天说话也奇奇怪怪的 天天叫我观人 让我叫她娘子 跟朋友们出去玩 也要穿汉服 作为爱好 我能理解 但她有点过分了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劝她 建议你呢 先要搞清楚 她究竟为什么 这么喜欢汉服 是因为内心缺乏安全感 缺乏自信 那么你就要好好地和她交流 去帮助她建立自信 如果纯粹就是一个兴趣爱好 那何乐而不为 你就支持她一下呗 去抖音拍摄 分享你的爱情故事 带话题 我要保卫爱 并爱她爱情保卫站的 官方抖音账号 你的视频就有机会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 并由老师们点评指导 下载抖音APP 去分享你的爱吧 再一次谢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